现在买的价钱价值五十八万 单价是六千六百元 还有这条路直接到澳陶的中心 中海酒店、浴宜马 都是很接近的 哇!这条招材 真是好有趣 你有没有喜欢的吗? 喜欢的就可以换回自己的样子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周瑜 今天来到澳陶 满姐的地图 带大家看一套 金港一号的二嫂房 这套房的业主是2016年那时候买的 当时这个小区买的价钱是九千五 大装修 这套房当时买来的价钱是八十三万 当时今日 业主住了几年之后 现在就全部搬了出去 这套房他也是拿着买 现在买的价钱才是五十八万 单价是六千六百元 这样计算的话 他全屋的家私家店全部都是带的 还有这个鱼缸 我又来看到 业主自己私人的麻品 基本上已经是拿走的了 还有这条朝锤是留在这里的 整个水缸 鱼缸都是开着电 就引游它在这里游来游去 而且好像鱼缸里面的水 都少了很多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都可以将这条鱼一起递回去 然后自己继续养 我们来看看房间雷龙 又来 这边就是一个饭厅 这边是一个餐厅 它是一个树厅的设计 这个鱼公放在这里就好像一个圆棺 我们一起来看看阳台的位置 这个开间也有3米5厘 阳台这边的业主全部是封锡 今讲一号整个澳图来看 这个小区是比较深的 因为它是16年才建成 之前我们门姐也是住在这个小区 但这个小区实际上不是很大 因为整个小区才是四栋 好处或坏处我们先跟大家说清楚 小区就不是很大的小区 但幸好它这里做方便 它下楼有公交车站有饭石 那个澳图比较出名的八百茶餐厅 就是它楼下 待会带大家去看看 还有它这条路直到澳图的中心 中海酒店 这条路直到澳图的中心 都是很近的 走路都是十分钟以内就可以走到的 大家可以看看阳台的位置 这个朝向是超难的 它现在我们是16路 好 其实可以看一看 镜头可以看一看 在远方下 今天因为是下雨 如果不下雨的情况下 镜头在上面 在上面 如果不下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海 那边就是澳图的一个港口 接着我们来看看餐厅和厨房的位置 看着看着看着 这个是鱼缸的上面那个盖 我们浅尸也看着一点点 我们又来厨房看看 厨房作为一个八十七方来说 这个厨房其实也是挺大的 一个优质型的 这边做一部桑门冰箱放在这里 那上面的柜 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做好事的 还有呢 之前愿意煮 我的厨房我做主 这边还有几个字 那这里都是有一些油脂的 那我们大家如果住又来 都是要做一下亲节 这样 那这里做了一个柜 它就把那个洗衣机放在这里 放在厨房里面 大家可以看看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东西是全部都帮了 58万这个价钱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房间 这边是一个山房的户型 又来再右边 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先得这个洗手间 那原来的业主就没有做监室分离 如果我建议 就是说如果大家买了这套屋之后 都要做一个 就是幽形的推拉门 然后做一个监室分离 还有它在洗手间的飘体 是对着厨房的生活阳台 那我们首先看看第一间房 第一间房 其实空间不大 所以呢 原来的业主就做了一个儿童房 那 它的墙都是做了一个上下铺 一看就知道原来这间房 是有小朋友住过的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镜头看看 这边其实都有小朋友画画 画了一些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上货 一些表 之前是有小孩在这里住的 但是这间房 正在它的彩光是非常之好的 可以看一下 对面 对面就是上次我和温泽去派的小区 叫做梅林雅园 旁边那边就是弹 弹河和红树林公园 这间房间 那个景观和彩光 我觉得是最好的 因为主任房也看不到这个景 那我们继续去看看第二个房间 第二个房间这里 都是小孩子住的 可以看一下这间房 现在把墙完全搬走了 但是可以看到那些墙 都是小孩子拿着一支笔 全部画画 到时我们如果买了之后 肯定也要重新睡多次墙 肯定要 而且这里也有一个小的衣柜 以后这间房间 可以做一个客房 内面放一间墙 放一个5个墙 都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主任房 主任房这边 又来也是一样 是肖男的 用门口这边做了一个衣柜 可以看看 这个衣柜 就是在这里 然后这张墙 都有1米半的墙 都可以做到三面落墙 这个空间都是可以的 还有主任房这里 还有一个小小的飘窗 飘窗位置其实都可以看外面 看看园林 还有我远处的地方 真的可以看到一些海 这里是16楼 如果不是今天下雨 有很大的护气 真的可以看到海 所以这三间房 不算太大 主任房都可以 住人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看到 之前业主 他家里的小孩子 是比较多的 还有我们又来 一又来这个门口 都有一个鞋柜 还有又来之后 这里的墙 其实是有少少的损户 都需要到时又来整整 我们就看二所房就是这样 哪里有地方需要整整 我们都和大家说一下 夏天这边也是做了个柜 这边做个酒柜 放些杂物也是OK的 这间房就是这样 现在业主是买的价钱 就是买58万 单价就是6666元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 现在周园就带着大家下去 看看这个小区下面有什么 商业陪陶 还有公交车站 还有如果我们购物那些 方不方便 大家一起去看看 卫州也是连组 落了几十余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金港一号 灵街的商铺 它在这里 小区花园是空中花园来的 之前我过来这边 找门姐的时候 我游到小区 我游了那个门之后 那个就是小区的一个关口 游来之后就很低一块空地 我说这块空地是拿来做什么的 做停车场吗 但是它小区又有地下停车场 所以那块空地到现在建成到现在 一直都没开发 所以都导致整个小区 但是那块空地路间距远一点 彩光各方面都是好一点 我们现在来看看小区 在这边的商业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一点 如果要落小区的地下停车场 就是从右边这里落的 这边就是一个银行 还有那边有一个烟酒 专外店 舞台那些名酒全部都有得卖的 还有小区那里有一个便利店 那这一边呢 就是全部是吃饭的那些地方 那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呢 一直过去看看 再来跟大家讲一下交通 之前很多观众留言说 那我们来到奥陀呢 有什么坐什么交通比较方便 那第一个呢 如果大家坐地铁呢 都可以坐到那个深圳的沙田站 那但是沙田站 如果你在转公交车过来奥陀这边呢 可能就是比较远一点 都要一个小时 所以就不推荐 最费 最费折的就是 你直接从罗湖好岸和连堂好岸 乘坐巴士 卫州呢有一班巴士叫做西湖巴士 和呢 长上巴士 他们呢 就半个小时 有时呢 一个小时呢 就有一班车的了 我们呢 提前呢 是网上买票就可以了 票价呢 是25元 那么呢 他全城呢 是行过沿海高速 过到奥陀这边呢 是45分钟就可以到的了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 那个奥陀的伯伯茶餐厅 旁边呢 有一家商店呢 是厨所当家 那我都经常是在这里吃东西的 那这家伯伯呢 就是88年开始 开店到现在了 都是三十多年了 悶者呢 都是由小到大呢 都是吃这家长帝的 那它是奥陀老鸡的地方呢 还有一家老店 不过呢 我们去老店呢 是比较少一点的 我们都是来这家新店 因为呢 它门口呢 是有停车场的嘛 我们经常吃东西呢 都是开车过来 所以呢 就方便停车咯 它老店那边呢 停车就不是这么方便了 那旁边呢 都有东北烧烤啊 还有 烤鱼啊 烤鱼啊 烤羊皮啊 那些啊 都是如果晚上呢 没事的时候呢 就可以下楼呢 就准点小烤烤 喝点啤酒 都是比较一番风味的 是吧 那在我们前方呢 就是奥陀的中庆中路啊 那可以看到啦 就是这个方向呢 上去呢 就是前面呢 就是洪雪林公园了 前面是洪雪林公园 还有呢 这边上去呢 就到那个 威大亚湾 威瓦医院呢 自己开车的话 五分钟就可以到 坐公交车呢 就是对面 那个就是公交车站了 坐公交车呢 都是 十两分钟就可以到那个 威瓦医院 那如果大家呢 想去奥陀的中心呢 就是出门口呢 就是那个方向 那前面呢 再过两个灯区呢 就是那个 中海酒店啦 还有 一二码 全部都在那里 那可以看到啦 我们出到门口呢 对面这里就是公交车站了 那在我们这边的公交车站呢 我都是给大家看看啦 有什么公交车 我们出行呢 究竟方不方便啦 那这边的公交车站呢 就是前面那个地方 我们过去看看 那上次呢 我和温姐呢 有拍那个 奥陀呢 有一个 叫做 梅林 雅园啊 就是 这条路 游去 就是 好像个 世外桃园那样啦 那其实这个小区呢 缺点呢 它可能呢 就是 靠近马路呢 可能 会有少少吵 但是好在呢 我们今天介绍这套房呢 是 十六路 那刚才呢 遭遇呢 我自己呢 在那房间里面呢 觉得不是说好吵咯 就 那个声音不是很大 啊 大家呢 都可以自己呢 来到十地呢 体验一下 那 那 和呢 它小区呢 就 落楼呢 有东西呢 有公交车站呢 去哪里都是很方便的嘛 那 你看看 202呢 下一个就是中海酒店 再下一个站呢 就是 就是 浩然马 扣马 都很方便 落楼 两个站 就可以 到 浩然马 就 买东西 都很方便的嘛 那 如果是 反方向的话 大家去看看 这个呢 叫做奥陶鸡道盆的嘛 如果我们呢 往去 去那个维亚医院 看下一个站 叫做 红树林公园 再下一个站呢 是 惠明广场啦 惠明广场呢 对面呢 那边呢 就是新华林广场 大家应该都知道 然后呢 就是 中兴中路啦 党服务中兴中心啦 最下一个站 就是维亚医院啦 所以呢 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的 就知道呢 这附近呢 就是红树林啦 还有呢 你上去 那个核心崩海城啊 这边啊 它是都是经过这边的 去奥陶呢 去那个海鲜鸡呢 都可以直至呢 是坐公交车 都可以直接斗的 所以呢 这个小区呢 公共方面呢 交通呢 是比较方便的 那如果说 大家有兴趣呢 现在呢 这个价钱呢 又很便宜 是吧 6600多 大装修 基本上呢 家里面呢 渣渣呢 就可以直接拧包住了 好了 那今次呢 这个 这套房呢 周瑜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呢 有兴趣呢 可以联系 我周瑜 和悶姐 都是ok的 那我们呢 看佬呢 都有专车折送的 我们直接到 年堂啊 或是说 诺湖那边呢 去折你过来的 那 如果大家呢 想了解一下周边的新房呢 我们都可以带着你一起去看看的 那今次呢 节目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